Hi 大家好 在網上看到很多人介紹這間餐廳 今天當然是帶兩隻臭小子進來游一游 這間叫做龍 在科學園商場內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來過 科學園不用我介紹 如果來過的朋友 未來過的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比較一下 環境真的很適合一家大小情侶 商場內大家看圖片 我指著這邊 它其實是走去快餐店 如果大家不太餓 一家大小情侶不用說 進來這裡真的可以 買雞腿、雞翼 在外面買杯飲料 在這裡休閒一下 談天說地 真是好選擇 科學園即是科學園 它的裝修設計真是很簡單 我就覺得 多簡單、多舒服 真是這些見仁見智 不知道大家看法是怎樣 我那裡多簡單 有些東西可以參考一下 放在家裡 裝修設計也行 食物就不多說了 自己看了 最大都是小粒 不要要求這麼高 拜託 看圖片 我指著這一邊就是龍 大家跟著我的方向 進入這個商場內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不用走來走去問人 商場內都有幾間餐廳 但我們今天目的地當然是龍 不要管 走過就算了 這間就是龍 其實它在中國銀行隔離 大家不難找 看看周邊環境 其實都是差不多 這些小朋友見到一定開心 不過我見到也很開心 這些真是賣外型 師傅真的用很多心機去做這些包 如果做這麼多 真的要用多少心機 你只要做十多二十隻 沒所謂的 如果你說 我想它這樣賣 我想真的要做五六十隻才行 室內環境不是很大 大家可以參觀一下 這條入口進來 這條入口進去就是室外 室外也不是很多桌子 所以大家如果假期進來 真的要預早了解有沒有位置 這條入口進去 我今天來其實都會爆 不過我可能眼來 坐下坐下 那些人都會走近一點 這裏其實有水的 不是太太酸 今天剛剛遇到我來 它清理而已 它點餐就是要用電話 下載它 製造一枝雪茄 那枝雪茄其實是蝦條 它這裏是特色來的 這枝是最蝦 大家看看賣相 它跟一般其他的醉蝦做法不同 它是精緻跌 就這樣放上來 那些是浸著的 真的有些花雕 或者特製的酒浸著的 大家看看 真的有蝦膏的 如果大家不喜歡那種酒味 這蝦就未必適合 說真的 我喝慣酒就接受 乳鴿是招牌貨 我個人認為 真的一般一般 很乾 這個又是賣相 大家研究一下它 我其實研究了很久 大家看看 它這盤整盤花的拿來 大佬 五眼六色 古靈精怪 但是我心想真的可以吃不吃 但是我了解過 它很多都是 真的 食用色素來的 還有這些 真是 師傅的心機 我們真的要慢慢欣賞 不要說一拿來 就看一看 就折落了 所以我真的要慢慢欣賞 看一看 看一看 買箱 這個是牛油果春卷 我覺得真的我最好吃 我最喜歡吃 這個真的我覺得最好吃 牛油果 有些蝦 大家聽聽聽 好 拆解這個花盆 其實它不是真的這麼深 這裏沒有的了 你看我睹 這些啡色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猜到是什麼 有些人經常猜一下 咖啡的碎 或者咖啡 我親自嘗 是朱古力 這裏大家看到都知道是什麼 百力之條 真的挺用心的 那些花盆的泥 是朱古力 它在那裏 扮演的那條 啪圓 應該讀啪 玩什麼 啪 原來是趙百力之 這個 我撕開來看是什麼 買箱不漂亮 大家不要假承 它裡面 它外面原來是糯米 裡面呢 綠色的那裏 裡面的那裏 就是 忌黏 但是忌黏又不是軟的那些忌黏 它是黏黏裸裸的忌黏 這個藍瓜蓉 裡面就不用說了 藍瓜蓉 你說好不好吃呢 我說真的 真的挺特色 其實挺好吃的 就真的看大家 那個口感了 如果 一盆東西大家吃一下 都挺好的 如果你是這盆東西 要我一個吃完 我真的會覺得挺膩 挺濟 這塊東西大家看 真的好像紫薯一樣 它真的做得挺逼真 其實它裡面 外面是有些酥脆的 不是不是不是脆 講錯 是酥脆的 裡面都是紫薯蓉 那麼大家看看 它外面挺有趣的 它做到就是好像那些蛋黃酥 外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蛋黃酥 什麼酥 這個做得 那個皮 這個做得 裡面是奶黃 這個挺特別 你看 好像酥皮 它這些 這一粒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這一粒 這一粒 外面我都見過 是真是生果來的 這一粒 你的荷葉飯 我就不太適合我口味了 我覺得外面的荷葉飯 它比較濕和鹹 我喜歡吃外面的荷葉飯 真的沒有那麼鹹 比較香 我一般我不是很接受這個 可能 未必的 我口味不適合 可能很多人適合口味 所以我經常說 重口難調 除非有些真是很難吃 不過很難吃的 我都不會放出來的 那些片 好 今天分享到此 拜拜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祝大家身體健康